很多人都感觉到目前社会上迷失的青少年似乎越来越多 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根据我国近年的犯罪统计 青少年犯罪不仅越来越严重 而且呈现出了集体性 暴力性 病态享乐性 堕落性 低龄化 以及在学学生犯罪人数激增等等的特性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很多 但是根据犯罪心理学学者的研究 家庭因素是促成青少年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可见健全的家庭教育 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有多么重要的影响了 我们现在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如何建立健全和谐的家庭 引导青少年的身心正常的发展 现在的青少年实际上都很好 生出来的都都很好 都跟过去的人是相同的 这个怎么会犯罪 怎么会做错误的事 那社会有问题 家庭有问题 那家庭父母们也是无过的 父母们呢 现在的父母们 自己在做儿童的时代啊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那么糟糕的呢 在现在的做父母 这一代的人正在做父母的 就是青少年的父母们呢 是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个阶段的人 这一些人 他们做儿童做青少年的时候 那些父母们大概是不会管到小孩子的 像我这个老人家老和尚呢 我小的时候父母们没有什么管我啊 我们家里的小孩子那么多 就六七个人了 我的妈妈到田里面做工的时候 给我脚上绑一个小铃 然后她就不管了 就好像放小鸡 放小鸭 放在田里面就管了 一直到她要做工了 她听听这个小家伙的在哪里啊 我这个脚上还有声音 那就把它抱回去了 一直到这个上小学 父母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管的 现在的父母们呢 把孩子当成宝啊 怎么呵护 怎么的宝贝 家书生管养 结果孩子们变成了 什么犯罪了 说青少年们叛逆了 因为问题重生了 这些奇怪啊 父母付出那么多 孩子们反应是那么差 效果是那么坏 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因素很多啊 因素啊 并不仅仅是父母有问题 并不是青少年有问题 而我们整个社会本身呢 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电视上 报纸上 漫画上 天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古古怪怪的东西 这个电视上啊 像今天我这个也是上电视啊 电视的节目里边有很多啊 不是小孩子的电视 但是呢 有的是儿童节目 儿童节目里边有一些 有多数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孩子们呢 有样学样的 而且学得很快 很像样的 所以是呢 所以犯罪小孩子本来不会犯的 而是呢 大人教导犯的 我们的环境教导犯罪的 父母有没有教孩子犯罪啊 有的时候有 父母们呢 这个看到这个社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啊 父母们自己的心情不好 自己做些动作 讲话的态度 以及对人的一种心 心肠 表情 在家里边呢 父母吵架 这些情形呢 孩子们看得清清楚楚 那孩子们怎么办 父母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们小孩子也会啊 因此父母们 现在属出生的社会环境 是有问题 所以带着孩子们也有问题 所以这个啊 有循环的 连带的关系在里头 这要我们自己呢 多照顾孩子 多照顾自己的孩子 多照顾他人的孩子 还有多关怀他人的心啊 多做一些 多赞叹他人 少批评他人 多啊 帮助他人 少害他人 孩子们看到的父母 是这么好的父母啊 那孩子们也会好起来 所以是到我们呢 发古山来的父母们呢 来久了 他对孩子们一定会很好 很会照顾孩子 也会带 把孩子带到我们寺院里来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 父母啊 自然而然 就会把孩子带得很好 他也很轻松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父母们呢 小的时候 带他的孩子到庙里来 他的孩子稍微大了一点呢 我就问他 你的孩子呢 哦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了 他们不来了 我说你们有问题了啦 这个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当然了 儿童有儿童的世界 少年有少年的世界 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到寺院里来 我们寺院里边 也是他们的世界啊 能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能够让孩子们呢 体谅父母 父母要到寺院里边去 到寺院里边去 父母去啊 孩子也愿意去 那么这个呢 看看父母们对孩子们的关怀 到什么程度 你要对孩子们多付出时间啊 孩子再给你多付出时间 你要给他多关怀啊 他在体谅你 所以这父母们 既然做了父母啊 要云出时间来 关怀孩子 照顾孩子 多给一点时间呢 给孩子 但是有的人说 我给时间给孩子多了 我就没有办法做义工 我就没有办法到寺院里来 错的 比如说真修院呢 他就在这里 夫妻两个一起来 小孩子也没事 小孩子好乖得很 我们子女本身呢 你故意地把小孩子 把它劈开 说大人一个大人的世界 小孩子一个小孩子的世界 这个是没有错 这个也是没有错的啊 可是呢 你能够也学习学 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嘛 亲子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那个夏令营呢 夏令营来的时候 父母把孩子送的来 然后看看孩子们在这里怎么样 做些什么 然后孩子回去的父母把带回去 所以这样子 他这个孩子觉得很好 但是也有啊 有的父母呢 就是让孩子直接去 直接来我们这儿 那回去的时候呢 让孩子直接回去 直接到我们这儿来 直接回去 这小孩子 是跟其他的小孩子就不一样 有一种啊 寂寞 孤单 无助 觉得 好像是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了 那么父母们忙什么呢 我相信父母们很忙 忙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呢 既然有了孩子呢 我想啊 父母们应该多一点时间给孩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